相信大家都知道YouTube有首播的功能 那如何用手机设置呢? 今天就来为大家分享iOS和Android的设置方法 很多人以为要用YouTube Studio才可以办到 但实际上只需要靠YouTube App就可以了 我先来说iOS版本 它的设置会比安卓手机来的方便 打开YouTube App点击加号上传影片 大家可以看到Privacy暂时是没有Premium 所以我们先设置为Private 然后Upload 上传完毕后呢我们回到自己的Channel 然后选择Video 你不能看到刚刚上传的Video因为它是Private的 所以要点右上角的Manage Video 然后再点旁边的三个点选择Edit 再把隐私设置调成Shedule 下面就会有Set as Premiere的选项 这里可以调整你影片首播的时间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你的影片会在这个时间进行首播 好 解释完iOS版本 我们现在来说说Android版本 我们一样用YouTube App上传影片设置为思想 成功上传了过后我们打开Google Chrome去YouTube网站 点右上角的三个点选择电脑的桌面版网站 然后再点右上角你的头像去到你的频道 再选择管理视频 这个时候它会问你要不要选择用YouTube Studio 你只要选择下面的继续前往YouTube工作室 就会来到这个页面看到你刚刚上传的影片 先在左边打Google然后点这里 你就一样可以看到Shedule 安排你的影片在什么时候播出 最后选择设为首影就可以了 如果你回到YouTube App 你就会看到这个影片变成首播啦 OK 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在下方留言 我会尽力帮大家解答 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影片对你有帮助 记得帮我点赞、分享、订阅我的频道 开启小铃铛 下期再见 拜拜